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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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风说 听见雨说 听见雨说 爱的誓言那么真 句句话都在心 放声大哭 为伤痛的心找条路 就算眼泪已干 像花儿一样貂残 却不放弃 飞呀飞 飞呀飞 大眼年年在半前 今年大眼心而乱 已被放弃 霜齿无力落沙滩 就算落下沙滩 也欲合却 懦弱强势在林间 大眼依旧在半前 你却已在别人身边 你却已在别人身边 为了曾经的诺言 用生命和爱情去兑换 游泰 黑夜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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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 真是太香了 这就是秦远政之女秦香莲哪 原来你叫秦香莲 对了 不知这位秦小姐可曾婚配啊 说来这秦小姐也够酷鸣 折腾来折腾去 现在还代价归中了 小王爷 你的意思是 陈大人多虑了 小王只不过有些感慨 我们虽然素未谋面 不过我早已识得他的方容 虽然本王此行与他并无关系 不过诸多事情上面 也都和他有所牵连 秦香莲 我和他也算是远在天边 近在咫尺了 小王爷 你是想说 他与你有缘吧 陈大人见笑了 对了 秦府的事查得如何了 跟那反贼追踪的车辆 头一天出城 第二天却又分两个城门进的城来 难道怕被人发现 正是 这是吊虎离山之戏 极有可能 这个秦府一定是有蹊跷 我想我们应该要登门查个究竟 小王爷 属微臣斗胆相问 你此行是去寻找公主 还是去寻访的画中之人 被车 是 陈哥哥 元宵 你怎么在这儿 怎么 就准秦姐姐在这儿 不准我在这儿 是 你是自由人 去哪儿都行啊 这话说的 好像你没自由一样 对了 秦老头都跟你说了什么 没什么 你 能进寒萱书院了 估计难 太好了 陈哥哥 我们出城去玩几天吧 不行 我还得等消息呢 怎么你这个人 好像变了一个样 我变了 屋那儿变了 我变漂亮了是不是 我觉得你啊 很抗拒我进汉轩书院 汉轩书院有什么好 这军中城又有什么好 我啊 还是喜欢像以前一样 总是跟你在一起玩 万般皆下品 唯有毒输高 你是不懂的 是 我不懂 只有秦姐姐懂 陈哥哥 我觉得 你才变了呢 我说你到底是被什么拴住了 是因为汉轩书院 还是因为秦姐姐啊 你在说什么呀 我再问你一句 你到底为什么一心想进汉轩书院 是因为你自己 还是为了秦姐姐 我与你秦姐姐的感情 和我进汉轩书院 是绝对无关的 你走吧 我到秦岩书院 我到秦苑有关 你这又何苦啊 否则 我除了来你进汉轩书院 我还能做什么 我到底还能做什么好啊 重新放榜 姿势体大 你急什么呀 那你倒是告诉我 这榜上到底有没有陈世梅 我还得权衡权衡吗 爹 世梅他一身报复 满腹经纶 你不想让他进书院 你还想让谁进呢 我看他心胸狭窄 难成大业 我还得考虑考虑 考虑 你就只会考虑 如何为难世梅 如何为难你女儿 怎么说话的 堂堂怨证之女 说出这样不识体统的话 去 回房间反省反省 好 我回房间 你可千万别让我出来 老爷 军中太守陈炳章 与小王爷求见 请他们在客厅等候 我马上就到 是 臣叩见小王爷 是你 不必多礼 请起 谢小王爷 秦大人 原来你们 说来也巧 小王与秦大人 曾有一面之缘 对了 不知跪千金 可在府上啊 在 在 在 是 秦大人 秦大人 小王爷此次来 是有一事相寻 小王爷 请讲 是 当日你要取得出城的守令 小王想问一下 是所为何事啊 这个守令 乃是小女相连 向我所要的 向连哪 快点随爹 去见宾客吧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 我不去 要见就让他们到这里来见吧 这孩子 他怎么可能到这儿来见呢 什么客人非要让我见呢 小巧可以带我去见 元宵也可以啊 要是他们能代替 我还叫你干什么 爹 明天放宝 有没有陈兄啊 应该有吧 真的 怎么 爹还能骗你啊 爹决定让他进汉宣书院救毒 高兴了吧 爹 走吧 相连 怎么不给赵公子敬酒啊 不打紧 赵某贫宿并不饮酒 秦小姐请自便 奇怪 这个赵政 到底是什么来头 刚才 为何会问我出城守令的事 若他不是乱党 那就是乱党的对头 可是 爹又待他如此客气 那他 小姐 元宵姑娘不愿意来吃饭 那我一会儿给他送去 你先下去吧 你们刚才 是不是在说一位叫元宵的姑娘啊 室友如何 室友凑巧 我有一位顾娇也叫做元宵 又是顾娇啊 是这样 小女相连心地善良 这元宵是她在路上认识的一个丫鬟 爹 我去给元宵送饭了 秦小姐 不如我来帮帮你吧 不必劳烦赵公子了 你请坐吧 相连 赵公子也是一番好意 你就带他去吧 太厨大人 来 我敬你一杯 赵公子 给我吧 秦小姐 不打紧 我帮你提着 赵公子 不管你是什么来头 我爹为什么对你如此客气 此处可是小女子的闺房 你觉得不碍事 可我觉得 是的 赵某唐突了 那么麻烦秦小姐了 请不灭 什么好意 是 哪 什么 不 怎么 谁 枝 他 找我 ال 蛇 人 呀 也都会伺候 赵公子 您请便吧 小王爷 赵姐 这秦府必有古怪 您暗中在这里严加查访 不过切记 千万不要惊动秦香莲的家人 知道吧 是 公主丢失 皇后派去军州的大内高手 又被襄阳王的杀手 杀死并毁尸灭迹 易于嫁祸于小王爷赵真 太师庞文惊恐不已 于是找来了女儿庞凤 一起为女婿赵真 上一万全之策 爹 你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啊 看看吧 这是什么 这是死去的大内侍卫的腰牌 什么意思啊 狠呐 杀了人还毁尸 可这腰牌是铜的 毁不了 就是前往军州捉拿赵真的四名侍卫 没错 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小王爷 失误丢了公主 这本来就是大罪一条 只要再杀了侍卫 那么就是意图谋反 这样一来 我们将会满门朝斩的 好歹毒啊 这样 你赶快回宫里去 把杀侍卫的事 禀报给皇后 我不懂 我要将计就计 在皇后面前 把庞家的势力给找回来 那我该怎么做呢 这样 连特使都敢杀 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娘娘 若不是臣妾父亲 洞悉奸情 恐怕这时候小公主被害 小王爷蒙冤啊 隐瞒公主失踪的事情是事实 蒙什么冤呢 娘娘 刺客被害 就说明他们这些人 对小王爷和公主的行踪 了如指掌 这就说明朝中 一定有人通风报信 如果这时候 大张旗鼓地寻找公主 可能公主更危险 赵真知情不报 也是为了公主的安全着想呀 娘娘 如今大内密探未出京郊就被害 更说明他们是有策划阴谋的 娘娘 现在不是向赵真问罪的时候 而是要先找到公主 公主的安全才是守卫呀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娘娘 臣妾祖籍就在军中 愿以省清还乡为名 由父亲护卫 秘密调动玉林军南下 一来可以掩人耳目 二来可以接应小王爷 寻找公主 我想 有大军护卫 那些刺客不敢明目张胆 还能震慑两壶 这样对公主比较安全 这倒是个好主意呀 娘娘娘娘 不好了 皇上又昏过去了 传太医了吗 传了 太医说这是心病 只有公主回来才能见孝啊 下去吧 是 娘娘 事不宜迟 请娘娘准许我父女俩 前往军中 传元宵 娘娘 随庞太师与庞凤 带领玉林军 今夜赶赴军州 救回公主 遵命 元宵 你手持哀家的手艺 可以牵制军州大小官员 若有为令者 格杀勿论 遵命 唐放 这次赶赴军州 以兴亲为名 一路大张旗鼓 一切 救回公主为首 谢娘娘 请 庞凤姓亲 姓亲是假 大郡南下 赵公主 是真 对了 臣下 我已经派人把那四个 大内高手给干掉了 我还没说你呢 王爷糊涂啊 你怎么每次行事 都不动动脑子呢 我 怎么能在京郊 就把人做了呢 你是怕人不知道是不是啊 你是帮了庞家的大忙了 这 我 专下 那你说 我该怎么办呢 如果被庞太师 找到了公主 那可就麻烦了 对了 上次 你说那个韩琪 至今未归 是怎么回事 这个韩琪 每次出手不力 而且 还丢了王府的腰牌 也不知道找到了 什么什么 王府的腰牌 王爷 出去行刺 怎么能带着 自己府上的腰牌呢 我不是为了行事方便吗 还有 就是为了让他 出关卡的时候 闪得麻烦呢 王爷 现在腰牌 可能成了最大的麻烦 如果韩琪或腰牌 被公主或赵真 拿到手 王爷 你就有灭闷之灾呀 你也不想要 陈下 我马上回郡州 把所有的事料理干净 王爷 出位之事来日方长 现在最重要的 是王爷的安全 否则一切都是空话 丞相放心 我明白 庞凤醒亲 不日要来军州 六百里加急上 是这样说的 只怕性亲是假 寻找公主是真 小王爷 既然朝廷派太师和庞凤前来 那就说明 对小王爷还是信任的 有道理 不过我们要赶在太师来之前 先行找到公主 不然没有办法 向朝廷交代 小王爷 您不是说 寻找公主有眉目了吗 那秦府确有古怪 我正想问你 你可熟悉秦府的情况 卑职倒不是很熟悉 不过有一个人 倒是与秦府经常打交道 是谁呀 您弟弟 小弟旁古 给姐夫请安 小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起来吧 谢谢姐夫 姐夫啊 这多日不见 您 您还是那么气宇宣昂啊 废话少说 我来问你 秦府的情况 你熟悉吗 熟 太熟了 姐夫 我脸上这道疤 就是拜他们秦家所赐 你可见过 画中的这个女子 知道 见过 姐夫 她就是 我喂过门的娘子的贴身丫鬟 一身的臭脾气 动不动就胡言乱语 怎么了 姐夫 她犯什么事了 姐夫 不劳您大家 我差一人把她拿下 你再跟我说一遍 你真的见过她吗 真见过 姐夫 我还能骗您吗 她还咬过我 姐夫 我对美人 那是过目不忘 元香 原来如此 赵赵 她真的在秦府 赵 赵阳 公主 大胆袍虎 光天花儿之下 你是大宋国法为何物啊 像你这种人 活该被划破脸 堂堂大宋国师 竟然有你这种灭种 切气死 打死你 袍虎你 袍虎你敢打我 这巴掌迟早要你还 这几日我不在 开封的赵公子可能要过来 一定要好生招待 是 香莲呢 香莲看榜去了 大圣 学生在 我去襄阳述职这几日 你一定要督促学生好好学习 不可荒废学业 是 尤其是那个陈师妹 给我看紧了 回来我要出题检查的 是 请愿证 放心 都回吧 这个 怎么干什么 扔一下 是啊 让一下 让一下 第一名不是刘以轩吗 是啊 怎么被人擦的 怎么是固针啊 是啊 是啊 怎么没有君州陈师妹的名字 真的是 真是 证据的学生 都在上面了 他被特招了 你看 他不是自己人格第一名 是啊 你看 真是丢了 你看 真是丢了 你看 你去找我爹拼你 走 相连 别顶撞你爹 其实能进入汉宣书院 我就十分满足了 我为你不服呀 我要以旁听生的身份 考上状元 让天下学子 对我陈师妹 心悦称服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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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赵公子又来了 师妹 你好好念书 我要回去一趟 那个赵公子带了一帮人 把元宵姑娘带走了 走 赵赵 你不要再胡闹了 我费尽心思找到你 皇上卧病在床 皇后还派了庞太师和庞凤 带了成队的御灵军 南下引你还朝 那反贼也还没有捉到手 你要是不走 那我 我不是不想跟你走 我是想多带一个人走嘛 难道是你那位秦姐姐 当然不是了 我是想带陈哥哥 跟我一起回京 那就带他走啊 但他现在好像 不太愿意跟我走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他好像比较喜欢秦姐姐 哎 赵赵啊 你看看你 身为一个大宋公主 你怎么呢 你怎么会陷于 这种可笑的情感之中呢 你说我可笑 三天 我给你三天时间 你必须跟我回去 江哥哥 小姐 元宵怎么会被带到太守府来的 她 元宵姑娘是不是犯了什么事 前几日我还见到她 不可能 元宵她虽然小孩心性 但她绝对不会做出那种伤天害理的事 元宵 元宵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审美她可以进书院了 这算哪门子好消息啊 去 青小姐 你好 可不可以劳烦你在书院这里 安排我住几天 其实 赵赵是我的妹妹 我此行来的目的是要接她回去 你说什么 二姐夫 你说我最近怎么这么倒霉啊 那秦孝如还是收了陈世美当学生 她考试没及格 她为了袒护陈世美 不还给我寄了回大过吗 看来那秦孝如 是真拿那陈世美当女婿了 陈世美 你个小白脸 敢跟我抢女人 我不废了你 我不废了 我跟她去 行了 行了 我告诉你啊 你想慢吗 把她给我轰出去 这 这不太可能啊 怎么不可能啊 你堂堂一个不怨证 你收拾不了一个穷学生 她要是平常的学生 我那天就把她给轰出去了 可人家现在 有这个 秦怨证和秦相连照着呢 不太好办哪 陈世美 你行 爹 前面就是君州了 天气不好 我们在这儿先休息一会儿吧 也好嘛 报 黄大师 君州六百里加急 真是天助我也 小王爷找到公主了 太好了 传令 日夜夹急 赶往君州 是 原来一直是两位 在路上保护我妹妹 赵正在这里多谢你们 哦 各请 赵公子 我和陈兄 看你谈吐不凡 也愿意相信你是元宵的哥哥 可是 他为何不愿跟你一起走 陈公子 秦小姐 其实这件事情我也很无奈 也想麻烦两位帮我劝劝他 哦 若是你不急着回去的话 就让元宵在我们府上多住几日吧 人家叫赵赵 元宵是他方便行事的名字而已 哦 对 赵赵 就让赵赵多住几日吧 不过 家父在家里病重 等着赵赵回去见上一面呢 哦 家父病重 他都不愿意回去啊 实不相瞒 其实赵赵 是想和陈公子一起同行 不知道陈公子 愿不愿意与我们一起回京啊 哦 万万不可 小生现在汉宣书院求学呢 书院这方面 其实京城也有很多 而且我还都有一些关系 那就更不好了 实不相瞒 其实我和湘莲情投意合 赵赵的心意 我心领了 赵赵 赵赵 赵赵啊 我帮你问过了 人家 我不信 她是我的就是我的 赵赵啊 你理智一点 爱情不像风车 你想要便就是你的 爱还要讲究个 你情我愿呢 我不管啊 凭什么 一个破愿症的女儿 凭什么跟我抢啊 赵赵 陈哥哥 我想离开 怎么了 秦姐姐呢 你别再提秦姐姐了 我想离开 你愿意和我一起走吗 我和你一起走 去哪儿啊 去哪儿都行 只要是我跟你在一起就行 赵赵 你不能太任性啊 可是 我喜欢你 你也喜欢我的 对不对 你跟我走吧 你想要什么 我什么都能给你的 我不会跟你走 过几天你哥哥 就会带你回去了 你要听话 赵赵 我不是赵赵 我是元孝 我是得跟他走 但是 你也得跟我走 我和你说最后一次 我是不会跟你走的 那你不愿意跟赵赵走 愿意跟元孝走吗 无论你是谁 我都不会跟你走 如果我不是昭阳公主 我就不用走 那陈哥哥 陈哥哥就是我的 他肯定会是我的 我不要做公主 我要做元宵 元宵 青姐姐 就剩下你 还把我当元宵了 我不要做什么招招 我要当以前那个元宵 我不想走 不想走 那就留下来吧 不管怎么样 我都是你原来的秦姐姐 可他 可他再也不是那个陈哥哥 照你这么说元宵是赵公子的妹妹 是赵公子自己说的 可元宵都不愿意跟赵公子走 爹 我想让元宵留下来 你觉得如何 让元宵留下来吗 万万不可 爹 以前还得听赵公子的 你别着急 我去找他 爹 小王爷 秦大人 你回来了 是 刚才老陈听小女相怜 说起元宵的事 此事万万不可泄露 小王自有处理的方法 是是是 对了 这幅画 麻烦你帮我送还给陈世美 这幅画 本来就应该是她的 小王爷要是喜欢 您就留着吧 小王更愿意物归元主 成人之美 是是 那老陈替世美谢小王爷了 老陈告辞 周易博大精深 他里面所蕴含的哲理 以及他的学问 是我辈所不能理解的 周易中的 易经与经传 这两部分 老夫以为是 他出自福西 文王 还有孔夫子 三人之合著 陈世美 你不住的摇头 是有什么新的看法吗 老师 学生认为 细词这一篇多为奇说 里面的文字 前后内容分杂 字迹有所不同 所以 应该不是出于 孔圣人一人之手 如此说来 你是对老夫的注解 有疑是吗 老夫研究此说数十年 遍访明家 所有的人 都跟我的观点一致 那你说 不是出自孔子之手 那是何人呢 孔圣人并不擅长奇谈 从四书五经中 可以看得出来的 陈世美 你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连孔老夫子 你都敢褒贬 你这是世财傲物 目中无人 可是 请老师 不要把您的想法 强加于学生之上 你 狂吗 岂有此理 陈世美 你该知道 君臣 父子 师徒 乃为三纲 老师说的话 学生 怎么可以不听 那你是老师 还是我是老师 你这叫 七十灭族 好了 你跟我来一下 是 这事 这事 不得了 好 这事 还在 还在 对了 好好 这事 闹着了 没关系啊 这事 闹着了 闹着了 怎么样 我的藏书不少吧 老师见多识卦 藏书之多 实为天下罕见 这才是一部分 很多都在隔壁的书房 这两天天气有点阴雨 可能是有点午朝了 你呢 把这个上了灰的 全部整理一下 没上灰的重新摆好 放在一起 这些可都是我的私人藏书 有些呀 是市面上难得的漏品真品 你要小心啊 学生知道 老师 您不是要责罚我吗 我这不是责罚你吗 以后啊 这个书院就归你打扫 老师的大恩大德 誓美莫齿难忘 我不要听好话 我要看你实际行动 齐笑如没赶他走 没有啊 这不可能啊 陈世美当着那么多学生面 让那个老秦头很下不了台 不赶他走 你呀 你呀 只有你这种不学无术的人 才会以为顶撞老师会被除名 秦笑如是什么人呢 她是假装生气 她是借惩罚陈世美为理由 让陈世美啊 好好博览她的藏书 秦笑如现在已经把她定为自己的女婿了 陈世美本身就有才华 再加上秦笑如单独指点 以后的前程不可限量啊 这个秦笑如名将暗生啊 老歉句话 现在可好了 以后陈世美可以堂而皇之地 进他们秦家的后院了 秦笑如 陈世美 你们给我等着 向连 这段日子呢 我一边打扫 一边借阅这些书看 实在令我大开眼界 你不舒服啊 没有 其实我早就觉得元宵不是什么等闲之辈 自从遇到赵公子 我就更加确定了 那猜中了 你应该开心才是 怎么你现在这个样子 很忧郁啊 你是不是觉得赵公子 他不是赵赵的哥哥呀 不 我怎么会怀疑这个呢 赵公子温文尔雅 和赵赵姑娘一样 也都有精诚口音 长得还有几分相似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兄妹 那你还担心什么呢 赵赵姑娘为了你 都不肯跟赵公子走 我担心 他会出什么事 原来你在担心这事啊 我的香莲啊 你呢只会担心别人 却从来不为自己想一想 你有没有听过东郭先生啊 东郭先生救了一只狼 最后反而被狼吃了 秀得胡说 但愿我想多了 奴才给太师大小姐请安 儿子给爹请安 给姐姐请安 荆州太守陈炳章 给庞太师给大小姐请安 免礼了 弟弟 谢谢太师 快起来吧 姐 这一路上听了你不少事 是吗 你为了一个秦相连 把君州闹得底朝天 听说你还围了汉宣书院 这汉宣书院是皇家所立 你疯了 爹 他们秦家亲人太甚哪 你看我那脸 姐姐你看你看你看 活该 爹 你就别骂弟弟了 找公主要紧啊 公主和小王爷现在何处啊 哦 庞太师 公主受到惊吓 现在 居住在秦府 小王爷也微服住在秦府 寸步不离地保护着公主 如今 围在秦府周围布下了人马 公主和小王爷都十分地安全 嗯 如此最后 爹 既然小王爷是微服出去的 就说明他不想把事情闹大 要不 我和元宵去一趟汉宣书院 和小王爷一起把公主带回来 嗯 就这么办吧 土儿 啊 你也下去吧 哦 我和陈太守还有话说 哦 儿子告辞 少爷 少爷 嗯 你没事吧 嘿 我能有什么事 我爹我姐我姐夫全在军中 担心什么呀 哎哎哎 少爷 公主在这里面吗 嗯 元宵 这里的人可都不知道公主的身份 你千万别说漏嘴了 奴婢遵命 嗯 叫门 哦 好 哎哎哎哎 哎呦 哎呦呦呦呦 赢嫁来迟 赢嫁来迟 嗯 有罪 有罪 妹夫 让我悄悄进去 不要惊动了旁人 哦 是是是 他们在后院 您请进 赵昭啊 你就跟哥哥回去好不好 不走 赵昭啊 我不走 赵昭 我跟你说了我不走嘛 小 小姐 小姐 元宵 你没事吧 快让我看看 你没事就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下我们都不用死了 小姐 你知不知道 可担心死我们了 一路上一直在担心你 你倒是在这儿乐不思蜀的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岳父大人也来郡州了吗 京城里都天翻地覆了 你倒好 在这儿还挺悠闲的嘛 啊 忘了介绍一下了 这位是陈世美 陈公子 这位是秦香莲秦小姐 这位是我娘子 小姐 你跟我们回去吧 我不走啊 我为什么要跟你走啊 我喜欢待哪儿就待哪儿 我堂堂的 我一点自由都没有吗 此事十万火急 你就不要再任性了 你 跟我们回去吧 小姐 我 不 我不走啊 秦姐姐 我不走 陈哥哥救我 元霄 伺候小姐回府 小姐 你必须得回去 你快跟我走吧 你快回去吧 我不走啊 救我啊 秦姐姐 既然元霄不愿意走 就请不要在我们亲父放肆 什么 你住口 你可知我 闭嘴 你 你还护着她 我处处为你着想 她算个什么东西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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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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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把一切埋葬 再期待反對 月兒圓了 嬰兒淡了 心兒空了 絲兒斷了 情也撩瀾 風吹了一夜 那是誰的安望 月兒會飛煙滅 那是誰的乾脆 謊言總是詩人碎 碎得讓我們麻醉 浪費再多的溫暖 因為我已無法後退 到底怎能再算對 我始終沒有學會 唯有把愛情埋葬 再期待反對 作詞曲 李宗盛